嗨,大家好,我是妹 歡迎來到居家有效練臀的下集 那這集影片會繼上集之後 介紹更多居家練臀的動作、技巧以及最後的QA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跟著我看下去囉 首先來到弓箭步蹲 主要鍛鍊大腿前側、後側以及臀大肌的下緣 預備動作一腳前一腳後 雙腳的腳尖與膝蓋都朝前 上半身挺直、核心收緊之後慢慢的下蹲 刺激到臀肌之後吐氣起身 常見錯誤一 膝蓋內傾 你的膝蓋應朝向前方 甚至微微的外張 常見錯誤二 前腳的膝蓋超過腳尖過多 前腳小腿大約與地面約成90度角 若感覺膝蓋超過腳尖過多 應調整佔據 比較能夠完整的鍛鍊到臀肌唷 下蹲時 用大腦來連結感覺臀肌的完整刺激 進階者可以將後腳稍微的墊高 Elevated Lunge可以增加下降的幅度 刺激更多的大腿後側以及臀肌 進階者可以握一個啞鈴提升強度 一腳做10-15下之後換腳 在進階的話 你也可以將後腳墊高 踩在小凳子上 屁股會更有感覺哦 接著介紹的是保加利亞的分腿蹲 主要鍛鍊大腿前側以及臀肌的下緣 將後腳支撐於高處 像是沙發椅 下蹲時重心集中在前腳 進階的朋友可以拿啞鈴來負重 下降的時候慢 完整的刺激臀肌之後起身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臀部更有感的話 可以再將佔據拉大 上身可以有一些前傾 使下降的範圍增加 腿後側也會更有感覺 接下來介紹的是羅馬尼亞硬舉 也是屬於垂直式負重的範疇 主要鍛鍊大腿後側 以及臀肌下緣 那在做羅馬尼亞硬舉的時候 我個人也還蠻建議套上一條小指圈 雙腳佔據與肩同寬 雅鈴自然的垂放 下降時屁股後推上先前傾 抵抗阻力帶刺激到大腿後側之後 起身臀部收縮 與深蹲的差異是 硬舉的膝蓋並不可以彎曲 臀部盡可能的向後推 主要刺激到的是大腿後側 好 那這個羅馬尼亞硬舉呢 如果你想要刺激多一點骨二頭 也就是你的大腿後側的話 你下降的幅度就要大一點 所以你下降越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腿後側更緊 另外一個練法就是比較刺激臀部 就是比較臀主導的羅馬尼亞硬舉 有時候我會這樣子拉 然後我就只是把足力再撐開 去做更小幅度的硬舉的姿勢 所以它會比較針對我們的 臀大肌的上緣 以及臀中肌 節奏也可以再快一點 硬舉的動作掌握好之後 來挑戰看看單腳硬舉吧 也是主要鍛鍊大腿後側 以及臀大肌的下緣臀中肌 除了羅馬尼亞硬舉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動作 也就是單腳硬舉 對我們臀部的發展非常的好 單腳硬舉它有分很多種 那首先我介紹的是叫做B stance 就是前後腳的硬舉 在做單腳硬舉的時候 重心應放在前腳 上身前傾 下降時臀部向後推 啞鈴自然垂下 手不用刻意出力 感覺腿後側的伸展之後 臀肌發力起身吐氣 進階的朋友可以將後腳稍微的墊高 可以踏在小墊子上 增加下降的幅度 可能會需要更多的核心來穩定 在更為進階的話 可以在墊高至像是沙發椅的高度 因此跟保加利亞分腿蹲的差異是 膝蓋並不會刻意彎曲 那它的佔據呢 可能會比分腿蹲 再窄一些 大概再窄個半部的一個位置 要注意的是 保加利亞硬舉的佔據 約比分腿蹲略窄半部 重心一樣在前腳上先前傾 刺激腿後側 以及臀肌起身 單腳臀橋是由臀部發力的動作 對臀部的發展有非常好的幫助哦 主要鍛鍊臀大肌的上緣 以及下緣 先握躺在瑜伽墊上 以腳跟為支點推臀至 肩膀到膝蓋成一直線 我們的視線朝前 在過程中 持續地感受臀部 以及核心的收縮 常見錯誤 拱腰為使用臀部來發力 雖然我覺得 足利的單腳臀橋已經非常有感 但是如果是進階的朋友 你還是可以加上一個啞鈴 進階的組合 將啞鈴置放於骨盆處上 將啞鈴推至最高點 接著緩慢的下降 那進階的單腳臀橋的話 我個人也還蠻建議 你踩在一個有高度的凳子上面 一直看得太高 所以像這樣子的高度還蠻不錯的 把下方的腳踩在上面 身高式的單腳臀橋 可以提升動作的範圍 下降以及身高的幅度 都會比一般的臀橋還要大哦 下一個動作來到側躺開腳 主要是屬於橫向外開的類別 以臀中肌作為主導 接下來這個動作呢 也是比較專注在我們的臀大肌的上緣 以及臀中肌 叫做側躺開腳 也就是俗稱的蛤蠣開腳 那預備動作我會先呈現一個側躺 然後下層拳你想要難一點點的話 你就往膝蓋那邊去推 打開的時候膝蓋呈現一個外旋的狀態 去刺激我們的側臀之後慢慢的下 側躺兩腳微微的彎曲 膝蓋朝前上方的腳向外旋轉打開 抵抗阻力在上方停留一到兩秒之後 慢慢的下降 很多人會犯的錯就是 他是整隻腳打開 但是他沒有做外旋的動作 腳打開沒關係 但是請幫我加上一個外旋的動作 就是你的膝蓋真的有在分開 這樣子你的臀部的感受會比較強烈 進階的朋友 你可以把你的啞鈴 我這個啞鈴是有點大坑啦 就是如果你有小一點的話也可以 放在你的臀部上方 然後這樣子去打開 進階的朋友可以將啞鈴置放於臀肌上方 腳外開同時抵抗阻力帶 以及啞鈴的負重 接著慢慢的放下 那跪姿的開腳呢 一樣是先從類似的預備動作的位置 只是說當我們撐開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的身體是抬起來的 所以你的手要作為支撐的力量 抬起 然後緊縮下方的臀部肌群 然後上方的腿順勢的打開 側躺的跪姿開腿 為進階的隔離開腳動作 推起的時候以下方膝蓋作為支撐 緊縮臀部 推至最高點抵抗阻力 接著慢慢的下降 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太過困難的話 也可以不用使用翹臀圈 開的時候盡量的上台 緊縮臀部 下降的時候吐氣 在正式組開始之前呢 我會先建議做一些比較低重量高次數的一些臀腿的練習 比如說像是動態的踢腿的暖身以及青蛙臀橋 都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們開寬以及激活臀部的訓練 所以今天主要介紹四個暖身的動作 那除此之外 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台膝跳 或者是開合跳 都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們增加心率 讓我們的身體的器官可以達到預備的一個狀態 可以避免我們居家鍛鍊的運動傷害喔 第一個動作動態的踢腿暖身 可以扶著牆或扶著門把 往側或是往後多角度的前後擺腿 目的是活動髖關節 接下來徒手的深蹲 正義做快節奏的徒手深蹲 兩腳尖與膝蓋可以微微地朝外 下降至低於膝關節 啟動臀肌後起身 青蛙臀橋 兩腳掌朝向彼此 核心收緊 推至身體成一直線 為啟動臀肌的優秀動作 跨步蹲走步 向前跨大步同時 核心軀幹保持穩定 下降 刺激臀肌起身之後 往反動作 如果家裡空間沒那麼大的話 也可以做定點的弓箭步蹲喔 那關於動作的節奏呢 一般而言像是深蹲硬舉 還蠻常見的節奏會是二零一零 下降的時候是兩秒 那在下方不停留 直接起來 起來的過程一秒 在上方也不停留 接著往反這個動作 但是在很多研究都證實說 女性的增肌常常受益於離心收縮 什麼叫做離心收縮呢 也就是當我們在做譬如說深蹲下去 或是硬舉下去的過程的時候 會建議你動作可以放慢 你甚至可以拉長到三到五秒 接著向心收縮的時候 也就是起身的時候 稍微快一點點一到兩秒 那這樣子的一個訓練節奏 其實對於女性增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個人也認為說 這樣子可以大大的提升動作的困難度 幫助我們去增加對肌肉的掌控力量 那訓練頻率的話 會建議不論你是初學或進階的朋友 因為你的目標是想要讓你的臀肌增長 要特化肌群的話 一週至少要達到三次以上的練習 而且每一次的練習呢 大概抓個半個小時 然後每一次盡量都有寒瓜 我所教導你們的水平式負重 垂直式負重 橫向外開等等的訓練 大概五到六個動作 這樣子就會是一個滿完整的臀部訓練 那如果你想要再加上上半身 或者是核心的話 也可以自行的加上 但是還是要記得要以主課表為主喔 如果你想要再多安排上半身訓練的話 你可以 接在今天的臀部訓練 做兩到三個動作收尾即可 或者是另外再多安排一天 也就是額外的上半身日 讓你的上下身的發展更為的均衡 也是不錯的一個訓練方式喔 那我相信購買這個微生電子書 或者是購買這個翹臀圈的你 都是想要一個好看的曲線跟臀部吧 就是我們亞洲女生典型的人就是比較乾別 可能在天生基因而已 我們就沒有太翹的屁股 所以啊就是在執行這個課表的時候 我也建議你不要太激烈的結實 我所謂激烈的結實就是絕對不要吃小於基礎代謝率 那如果你是肌肉量偏低的女生 像是新手女生的話 也會建議你吃大概一千四到一千五大卡的熱量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肌肉量偏高的女生的話 你甚至可以吃到一千六到一千八 甚至你想要好好增肌 想要增一點脂肪的話 吃到兩千大卡也沒有問題喔 那在營養素的分配是非常的重要的 會建議你多多選擇高蛋白質的食物 那蛋白質的來源來自於像是雞肉啊 魚肉 雞蛋 海鮮 牛肉 豬肉 大豆類等等 都是不錯的一個蛋白質的來源 那會建議你這個量呢 一定要抓你自己的體重乘以兩倍上下 例如說我的體重53公斤好了 那麼我一天至少我的目標蛋白質的量 就是100克的蛋白質 那其他脂肪跟碳水的比例 大家就是自己去拿捏 只要不要讓自己的熱量太過於爆表即可 那最後的話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堅持鍛鍊 你還是可以吃你自己想要吃的食物 但是我們還是以 健康天然原型的食物為主 找到適合自己的訓練方式 以及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 那謝謝你的支持 希望這個課表對你有所幫助 掰掰 Integration 我之後再�� 看見 5人 mex唐 叫一個是 粘子 多勉強 我